晚上开饭 现在这个时间就是7点30分了 实际上买了两个汉堡包 是3块美金两个包 嗨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LA小皮特 现在这个时间就是 半晚的6点30分 那我在这个麦当劳 一个人就买了两个这个包 就是3块美金两个这些汉堡包 加税就3块3 另外呢这个呢就是可乐 那这一餐呢就等于晚餐了 其实我住在附近这边 开车大概是5分钟左右 5分钟了 那我就不在家里自己做饭吃了 在这里吃得挺好的 这个冰冰的看 对了 嗯 它挺鲜鲜 挺新鲜的哈 嗯 这个挺新鲜的 嗯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呢 国内呢 是很热闹 达到美国呢 其实呢也觉得 非常的孤独 有时候也是寂寞 没有什么很多的娱乐 那所以呢就是美国跟大陆是不一样的 啊 而且呢就像你是有时间 你你你你不用工作 人家要工作啊 没有人说吃闲饭的来到美国都是有压力的 因为要住房呐要住要生活的不可能呢就嗯呃在家里的所以呢 那不可能呢就嗯呃在家里的所以呢 所以呢你就还是在美国呢要一个人呢呃去面对生活的这个肯定 一个人要养养的成果 没有闲人 没有闲人的 除了你是退休的 就可以 当然 拿到这里来说 我们不是说没有娱乐 你有钱 有时间 那哪怕你就算请人家吃饭 人家真的也不愿意陪你去这样 因为美国的物件非常便宜 大家都吃得起 所以请客不一定人家会高兴的 因为人家是干活 而且有一些确实上非常辛苦 因为体力活12个小时 12个小时一个礼拜还休息一天 那一天人家要去超市卖菜 要什么的话 那更加没有时间说去陪你 所以没有的 所以只能够说自己要学会自己娱乐 娱乐 像我这样 你不想在家里煮饭的话 你就出来吃 拿这些汉堡包 因为我在国内真的生活上也不熟悉不熟悉 那来到这里呢 这个变化太大了 你来这里呢 要是你是旅游的话呢 你观光的形式呢 还是挺好看啊 风景很漂亮啊 确实是 以游客的身份 但你一旦你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话呢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随着你来这里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 你就发现什么新鲜感都没有了 美国不就这么一回事吗 我们大陆啊 那里啊 那么繁华热闹 什么风景啊 都有 我们的北平上海啊 广州啊 这些地方真的是现代化成大多数 而且呢 在国内呢 你有钱 你一个变化 就很多朋友呢 就陪你喝酒啊 陪你卡拉OK啊 你能够 就是说 你事业有成 成功了哈 那你也可以交些朋友呢 分享你的快乐 当然你在美国来说 你挣得了钱的话 你打个电话交朋友 哎呀 我挣了钱了 你们今天晚上出来吧 我请客 不用AA的哈 人家呢 看看还有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出去 人家要是没时间的话 真的人家很累了 真的不愿意吃你那顿饭 所以在美国不一样 所以你在这里哪怕你是事业有成 成功的话 也没人陪你分享你的快乐 要是你自己呢 呃 成功啊 开心还好一点 那万一你自己觉得 哎呀 有时候寂寞 或者沮丧 你想找一个朋友跟你聊天 想你把你自己的心事讲出来 人家说 哎呦 大家在美国都是 都是真的是血汗钱啊 哪有时间你苦我比你还苦 所以呢 在海外这些华人的一般呢 都是把那个心思 藏在心底下的 心底下的 不会轻易的去告诉别人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一定要学会坚强哈 就学会坚强 学会独自生活 所以为什么很多留学生呢 在国内来说呢 连煮饭啊 洗衣服都不会呢 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呢 他就要自己去洗啊 就哪怕你不去洗的话 你自己要开车去那些洗衣店那里去 你都要自己去吧 不可能要父母去包办你吧 这个还是要自己的 而且你自己煮饭也好 吃汉堡包也好 都要自己去去这样 像我这样 还不要一个人去外面弄 让你大家问问 哎呀 真的 这么一种生活 那不是在国外真的是 没必要 那赶快回大陆吧 那我也应该是这样来分析吧 就是说一个人 人生呢 就应该多经历一点 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国内的热热闹闹的 来到这里呢 变成了 孤家寡人 但你也会体会到 就是 一种 不同的人生哦 不同的人生 近如刚才我所说的一个北京的 他说 他是个北京人 在北京长期生活 都厌倦了 我就想看看有什么地方去移民的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 在国内 你每天吃龙虾 每天给你吃龙虾 吃好的东西 那你就厌倦了 那你厌倦了 那你也想吃一吃菜啊 也想吃吃那些不同的口味 你今天可能吃中餐 吃了几个月的中餐 明天你也想吃 想吃吃这些 这些汉马包 还有那些可乐吧 所以 所以是这样 其实墨西哥餐 这方面口味 生活就会这样 所以 有时候想到这些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 我需要坚持坚持下去了 不同的生活方式 要记住这边是 基本主义啊 是美帝国主义的地方 都是 智能家当道啊 没有我们国内的国营啊 实体所有资啊 这些没有 这全部是私人的 你跟私人打工 要累一点 要累一点 这个 这个汉堡 不好吃的 比较甜 我平时不喜欢吃这些太甜的东西